林县湖北镇一处约500坪的闲置土地 长期被清到建筑废弃物 12月至今至少发生过5次火警 由于附近只有一只消防栓 水源缺乏增加了打火难度 让消防队员疲于奔命 涉嫌乱到垃圾的人也因此服刑中 两次规划清除但都没有执行 环保局也将发出最后通牒 超过期限还没有处理的话 将先代为清除 并且向当事人求偿费用 放影望去约500坪闲置土地 装潢废弃物堆成一座座小山 不仅如此居然还窜出白烟 大量木屑装潢木料 因为不明火源已经闷烧好几天 由于事发地点周边 只有一只消防栓 水源极度缺乏增加打火困难 光12月至今就已经闷烧 超过5次 消防队员疲疲本命 附近居民不堪急扰 因为废弃堆中也夹杂不少塑料 就怕烧出有毒物质 对空气土壤水源 整个周边环境都造成严重污染 垃圾了 上面滴落的 滴落的也有保管保质 也有保益贷 但是买了也是不好的 由于这块空地 所有全人超过四十多人 难以划分地主全责 在一百零八年间 就开始被人乱清到废弃物 如今当事人入狱服刑 两度规划要清除 但都没有执行 环保局也将要求地主架设监视汽汗 为离 避免再让空地变成免费垃圾场 严重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 结果之一云林报道